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看过如何执行色科语句 对不对 将语句一定要记得分两种 对吧 有影响行数的用EXEC 对吧 有结果级的用QERY 对吧 不想处理影响行数和结果级的 两者都可以用 但是这种方法都是不常用的 最常用的执行色科语句 是后边咱们讲的预处理的方式 对吧 这就是刚才咱们再看一下 在我们PDO对象里边 这么多方法 还有哪些方法咱们用到呢 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没用到 第二个没用到 对不对 还有这个没用到 还有这个没用到 对不对 还有像Lowback 这几个都没用到 对不对 其他没用到的 没用到的 其实是干一件事的 什么事呢 事务处理 那这节课咱们就用事务处理 把没用到的这几个 咱们稍稍用一下 对不对 那其他再没用到的 那基本上就不常用的了 咱也就不用看了 对吧 那什么是事务处理呢 这是数据库本身就支持的一个功能 对吧 只不过应用程序可以怎么办 把这个事务处理在应用程序里去使用 那了解什么事务处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在网上都购购物 对不对 那假如说 比如说妹子 你向我买一个 比如说鼠标 对 再往购物 那你给我转账就算 那转账的话 就从你账户表里边 把比如说一百块钱 转到我账户里边 我收到一百账一百块钱 对不对 用了两条语卷 把你那个减去一百 我这会加一百 两条语卷 再把我商品里边货物去掉 减一 是不是商品表里边又修改一下了 对不对 当然配货流程需要好多表 对不对 那么假设任何一个环节有问题 比如说妹子 你转账成功了 对 但是我没收到 对吧 然后你账户里边没一百块钱 我账户还没收到一百块钱 这一百块钱去哪了 谁也不知道 对吧 所以呢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损失 那我们就得用事物处理来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事物处理呢 就是把 记住 把多条色谷语卷完成一个业务的看成是一件事 对吧 这一件事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有问题 这一件事中的所有的语卷全部撤销 如果这一件事中假设有十条语卷都成功了都没问题了 再一起提 对吧 这就是事物处理理解了吧 理解 再重复一下 就是把多条色谷语卷看成是一件事 一件事中有任何一个语卷 不管哪个环节出问题 全部需要撤销 全成功才提交 这就是事物处理 数据库本身就支持 那咱可以模拟一下 那首先事物处理呢 咱们要做到一点 什么呢 就是事物处理 一定要选对表类型 对吧 那MySQL呢 咱常用的表类型叫表引擎 有两种 一种是咱们现在使用的默认的MyZAM表 一种是什么 InnoDB 两种表引擎 对吧 那当然咱们在数据库里边都讲过这两种表引擎的一些区别了 对不对 那这里边呢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需要详细的了解 InnoDB和MyZAM 这两种表引擎的话 你可以详细看一下MySQL 数据库针对表引擎的一个介绍 对不对 那都知道默认咱们现在使用的什么MyZAM表引擎 不支持事物处理 所以创建表的时候一定要指定 InnoDB这个表演情才支持事物处理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创建表的时候如何创建InnoDB的 比如咱们这话就模拟一个CRDAT创建表 对吧 比如叫做DEMO演示的表 对不对 里边有 ID INT NOT非空 主件对不对 然后有个用户名 对吧 比如说叫X来个50个字段 这里边就ID用户名 对不对 然后它这里边有个余额 我就随便起个字段了 对不对 然后DOUBLE W类型了 对不对 就有个姓名 有个余额 别的什么没有 然后后边写上用 早期版本可以用类型等于比如说麦杂姆 InnoDB 对吧 现在不行了 现在得换成引擎那个词 怎么写呢 E-N-T-I-N-E 对不对 然后我如果不提交 它就会怎么当 没有这个 就当我增加感 都没操作过一样 明白这意思吧 首先要想没操作过 现在做完还不行 因为是一个事物 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 做一系列的事干嘛 它默认是自动提交的 什么叫默认是自动提交 我现在什么不做 比如说我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表 代目表里边 比如说插入username和 还有余额这两个作战 对不对 比如说用户名 妹子 对吧 妹子 它有余额是 一万块钱 对吧 挺有钱的 分个 F-E-N-G 我就写个封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 一万 十万 一百万 各个人 土豪 那你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 两个账户有了 现在假如我想 比如说回国 你现在查询 from从这个表里边 代目表里边 是不是这两条数据都有 什么RORBCK RORB 回国 就是撤销的意思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还有 所以根本都没撤销 为什么插入还好使呢 因为默认就是自动提交的 也就是写完一条 我就是提交的一句 咱们要想有事物处理 必须做几件事 第一件事干嘛 要 对 把自动提交给关掉 什么呢 SET AUTO COMMIT 使用这个命令 等于0 就把自动提交给关掉了 那自动提交开始关掉了 那下面是一件事 一个事物 那我们就需要开启事物 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START 对 跟什么这个 START START T-R-A-N-S-A-C-T-L-O-N 这是什么 开启事物 现在 我们把自动提交关了 又开启事物了 对不对 现在我这里边 我随便执行 你看 update 更新表 更新 表 DEMO 比如说 妹子想有10万块钱 SIDE SIDE的什么 余额等于一两三 这是一千一万对不对 10万块钱 对吧 然后关二条件 什么呢 嗯 ID等于1的 这是妹子吧 更新表 这些错了 嗯 对吧 然后 slide查看 形容 不知道从哪呢 单表里边 是不是这块 妹子这块钱 变成10万了 对吧 然后 比如说我现在 误操作 DRET 从表 DEMO里边 全杀了 这么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我前面把自动提交 已经关掉了 然后呢 又开启了事物 现在之间是一段事物 对不对 现在我已经误操作了 有问题了 对不对 不要紧 还没提交呢 怎么办呢 COMIT 我这么一回车 就提交了 就确认了这件事 没了 对不对 那我在不确认之前 我想撤销 RU Bike 看到了吗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查询一下 是不是又回来了 你又变成1000块钱了 是吗 在上次提交的位置 或者开启事物的位置 上次提交后开的位置 回滚回滚到上次提交那方 当然了 你后边RUBAG数字 你可以怎么做一个断点 回滚到哪里 当然事物处里还有很多操作 但这些就够咱们使用了 如果想提交 COMIT 就可以提交了 对不对 那下次我在 微博就能够用到这里 那我现在还想 SET M SET A-U-T-O COMIT 等于什么 零 我又怎么当 又把自动提交 是不是给关了 对 前面我不是用SET 是吧 这个等于 零是关掉的 一开启 我又开启自动提交了 现在我在之间 每条也就是又自动提交了 大概了解事物处理的在命令 好像使用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了解 技术几个命令 就这么几个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把它变到程序里边来 我们怎么做呢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程序 对不对 对 那假如说我们在这儿 把这个去掉 看一下 我们首先 是不是得把自动提交 这个得关掉 那怎么关掉自动提交 对吧 使用这个 PD 关闭 自动提交 这个功能 使用PDO里边 有一个方法 叫做SET A-T-T-R-I-B-U-T 那咱就找一下 这个方法里边 你看 SET 这个对不对 里边我们有个自动提交的 这个 看到了 把这个属性 我们改成 零 是不是就自动提交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这儿自动提交了 那别人操作的时候 非自动提交的 是不是也不行了 怕麻烦 所以呢 我们在都执行完 这个事物处理完之后 我们最好在后边 在干嘛 再把这个自动提交 脚本执行完 就在脚本 在运行中间代码的时候 需要自动提交 对不对 需要人工提交 把自动提交关掉 在我们运行完之后 运行完成以后 最好 开启自动提交 就不执行这个代码 执行别的程序的时候 那还是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变成几 再变成 一 是不是又开启了 自动提交 然后我们在这块 执行步骤的时候 除了开进提交 我们在执行什么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开启一个事物 所以我们在这块找一下 哪个是开启事物的 看到这个了吗 PDO的这个方法 是开启一个事物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块用 开启一个事物 成什么呢 PDO里边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了 这事物就开启了 然后中间我们就执行 对不对 咱就模拟一下 就刚才妹子向我转账 比如转50块钱 那个事 对不对 那我们来试一下 可不可以呢 对吧 首先呢 我们商量好了 他购买的东西是50块钱 或者100块钱 咱就50吧 对不对 这个商品价值是50元 对吧 然后呢 首先他用 这块PDO里边 EXEC执行一下 update 更新一句 update 更新 表示 DEMO 设置 余额 等于原来的余额 减去 这个价钱 是不是50啊 对不对 WAR条件ID等于1的 妹的ID是1嘛 对吧 然后呢 转给谁了呢 我又收到一条语句 这块 是 妹子 转出 对 50元 转出50元 对吧 然后呢 分隔这块 对 不是幸福 我会收到50元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也是ESEC执行什么呢 同样的语句 update DEMO 设置余额等于余额加上WPIC50元 WAR条件ID等于2 对吧 我的ID是2 记住了 那这样的话 你看转出 那如果这两条语句 有问题 对不对 如果语句上有问题 怎么的 语句就做了 是不是会到一场这里边去 因为我们上面是不是开启的一个异常的模式 对不对 或者是 看来是不是返回 一个变量 返回 比如说 AFMECTED影响 横数 对吧 如果 DFMECTED RWS 大于零 说明什么 说明是不是影响好像转正成功 输出 妹子 转出 她 缘 成功 看到了吗 嗯 那这块 如果我收到 50元 那我这块 应该写上 如果 AFBCTED 像是LWS 这块 这张 风格 收到 50 这个价钱 原 成功 是不是这样了 那成功的话 我是不是就得怎么办 这块就最后输出一个 是不是这次交易 这件事就成功了 对不对 交易 成功 交易成功的话 上面自动提交 是不是已经关掉了 嗯 那我这块就得手工提交 用什么呢 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有个方法 叫做 COMMIT 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在这块 调用PTO里边的 COMMIT 对 这块是 提交以上的 操作 如果 你看都执行到这儿的 是不是这样也就都没问题啊 对 那如果有问题 是不是到这里边去啊 对 那输出错误 然后这里边 干嘛啊 RB 给它 给它 哪里边的 到时候PTO 有 是不是这块就是什么 撤销所有的操作啊 嗯 撤销 所有 撤销 所有 操作 对吧 这是提交之车 有问题是不是撤销啊 但是如果 如果语句没错 行没影响的话 那我们这会儿可以 人工的抛出一个异常 就是有异常 行没影响是不是有异常了 我之前提一下LW LW 抛出什么呢 你有一个PTO 你开启 如果有问题 行没说明影响 对不对 异常什么呢 妹子 转出 失败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 否则如果 在这有问题 风格收到时候失败了 你叫什么 风格 收入失败 这块妹子 看到了吗 失败回滚之前 我们应该提这样错误 对不对 什么原因 然后输出交易失败 交易失败 对吧 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能不能交易成功 看一下 对不对 访问一下 test-PTP 小心一下 妹子转出 五十元成功 风格收到五十元成功 交易成功 对不对 交易成功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 是不是你就少了五块钱 我就多了五十元 对不对 证明我们是交易成功的 是看到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这块 失败了 比如说妹子转出 成功之后 我这块 ID我写错了 先转给别人 这个人还不停赛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小心一下 妹子转出五十元 是不是都成功了 那错误什么 风格收入失败 是不是交易失败了 那我们看一下 妹子转出五十元 风格交易五十元 你看数据有变化吗 没有 明明妹子那条 也就是转出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对 但是我是不是就回滚了 这样的话 一个事物处理就完成了 那这样的话 把多条 就看成一件事 咱们就完成了 一定要用这种事物处理的机制 再完成 那大家可以根据一些资兆 详细的聊一下事物处理 对吧 咱们这里边重点介绍了 PDO如何处理 事物处理 使用的是这几个函数 我们再看一下 都哪个 开启 提交 对吧 回滚 是不是这几个 当然了 还有Site的设置属性 先把提交 怎么当 是不是关闭 最后是开启 对不对 在PP5版本里边 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这个 5.3以后的版本 看提供一个这个 对不对 然后搞定是这个 似乎一顿 对不对 所以这个咱也不常用 大家稍稍了解 行不行 判断是不是在事物处理 范围内的一个事 所以这个新家庭 你可以不去使用 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向大家介绍的 什么 事物处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一课我们介绍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聊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